有很多朋友其实没有什么经验 也都没有上过课程 去酒店的展销会买了一些楼款 就不太幸运了 就遇到难尾楼 说有一个定额的租金回报 很高的 说到百厘十厘 又发觉原来那些租是收不到的 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要做屋主 我是Kyle 我身边就是Gigi Gigi的来头也不用 英国牛津大学里读法律系毕业 是一个国际性的大型律师行 里面是一个合伙人 之前亦都在美国顶尖的Ibank 即是投资银行 做过一个高级的法律顾问 所以这集很有荣幸地 邀请到Gigi上来和大家分享 其实Gigi和我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会认识到Gigi的呢 就是当年我去参加 英国那边的物业投资课程的时间 其实我们都是同一个学院那边 认识的 当我上课的时候 Gigi已经是一个帮助 因为英国买楼的时间 或者做按揭都要做一些证据 我就上了Gigi的律师事务所 找Gigi帮忙做证据的文件 因为我知道Gigi本身 都是我的师姐 所以有时候我会邀请Gigi 去解答一些心中的疑问 聊多聊之后发觉 原来我们的认识都挺接近的 所以现在我邀请了Gigi 成为了我们的mentor 就是当大家参加首筒首缘 去买英楼服务时间 可以有Gigi的帮忙 可以做到你们的mentor Gigi 其实我想问一问你 其实你是哪一年 开始去投资英国物业 而且你本身自己做事都很忙碌 为什么你会选择去投资英国楼 其实我几年前已经投资英国物业了 其实做律师在香港来说 收入也算不错 但是始终退不了休 收入也要来供楼 家庭开支也很大 我有幸上到一个 Robert Kiyosaki的物业投资课程 完全改变了我的心思 因为之前我看过 很多世界各地不同的楼盘 例如美国、中国、澳门 或者是日本等等 但是始终自己都没有信心去买 直到我上了这个课程之后 完全改变了我的心思 因为我们平时虽然收入高 但是家庭开支也大 香港的回报也比较低 如果买楼的话 我又没有时间去炒股票 所以觉得退休也很困难 但是上完这个课程之后 令我眼界大开 用了几年时间去投资英国物业 我现在终于可以退休 今年会去加拿大 跟我两个女儿升学了 其实听起来都令人很羡慕 因为本身做律师的收入当然高 那花费一般来说都是非常之高的 我想没有六位数字是不行的 是 没错 所以如果是以你的支出来计 如果用几年时间可以做到财务自由 是非常之厉害的事 有很多香港人 不是很理解这个计划 或者这个财务自由这个概念 所以我也很想教下大家 怎样有这个计划 和可以达到财务自由 好 Gigi 想问一下你 当年你去英国那边 上英国物业投资课程 令你最深刻的地方是什么呢 其实最深刻有几样东西 第一样它完全改变了我的计划 因为以前从来都是想着做律师 做尘世律师 一直存钱就可以令到家人的生活好一点 但是发觉原来不是需要 只是这个方法 原来有一样东西叫财务自由 就是说你用租金的收入 就可以盖过你的家庭支出 那你如果有财务自由之后 那你就可以不需要那么辛苦 每天这样翻十五个小时工 另外就是我的mentor 就是我的导师 他很好 他介绍了很多不同的 当地英国的物业的专家 例如律师 会计师 地产代理 帮我去做很多 例如装修买楼的过程 我也很放心 还有他有一个个人 帮我分析在我这个情况 究竟是用什么资金 去买哪一区的楼宇 还有买多少钱的楼宇 就会令到我有财务自由 所以我真的很感谢他 可以令到我在几年之间 就可以有一个足够的租金收入 就去退休了 其实这个课程中 令到你开阔了你的认识 就是说原来其实你可以一步一步 是有规律地 有系统地去建立你的财务自由的道路 没错 其实已经挺好 因为我知道身边很多的朋友 都是一些专业人士 他们可能做了十年二十年 但其实因为太忙 就没有考虑到 什么时候可以财务自由 或者什么时候退休 都没有想到 其实越专业的人士越难退休 因为会越依赖自己的工作 绝对同意 因为其实如果比我想 或者很多香港人都是这样 可能会想着会不会做事 真的做到退休 可能六十岁左右 现在人生的寿命会比较长 所以如果你是八九十岁的话 可能工作到六十岁 都未必够钱 会养老 但是在我现在这个情况 我已经遇到一样投资的工具 可以令到我快点退休了 作为一个海外投资者 会遇到什么困难 还有你怎样可以去避免它呢 我知道有很多朋友 其实没什么经验 也都没有上过课程 就去酒店的展示会 买了一些楼盘 有些其实就不太幸运 就遇到难尾楼 又或者其实呢 有很多都是说 有一个定额的租金回报 或者是很高的 说到百厘、十厘 但是过了这个定额的租金回报期之后呢 又发觉原来那些租是收不到的 还有他们买的时候的价格比较高 所以在二手市场也都卖不出去 所以我这些朋友就比较不幸运 但是我觉得我自己的道路就算是比较平坦 我想你一开始就不是买楼花 是 就是买一些二手的燕楼 所以就可以避免了一些困难 我自己也听过我的学生说 他们也曾经试过买那些一手的楼花 有些是比较三成或者五成的订金 其实最后都难了 或者是本身的装申收入 他标榜就说好像有五厘 最后收回来就只有两厘或者一厘 其实跟自己的原本的计划 有很大的落差 是的 还有我觉得这些发展商 有时某一些发展商 可能不是手法很好 就标榜到自己有某一些厘数 但是其实他没有告诉投资者 他们有很多一个 譬如说我们的服务费 或者是管理费 他们是没有说到在里面的 还有很多时候这些发展商 也都是需要这些投资者去买这个楼花 才可以供给他们一个我们叫做贷贷 就是一个借贷 他们才可以完成那个楼 如果一些不太好的发展商 可能他真的会拿到一些钱 就会走了去 亦都是公司会倒闭 那投资者就会有损失 所以当年的指引了你一条对的道路 令你也避免了这些困难 这些陷阱位 没错 所以他都功不可没 是的 所以我其实很感谢他 我每一次回英国都会请他吃饭 因为真的全靠他 我才可以走这条路 可以提早退休 还有可以跟家人多些机会 可以一起 就不需要再招待晚五上班 现在你身为一个财务自由的人士 其实你对人生有什么看法上的不同了呢 其实真的有很大不同 因为以前可能自己是一个专业的律师 所以一直都想着 其实我一世人都会做律师的了 但是以前就会很努力地工作 想为家人和小朋友提供一个更好的生活质素 但是小不免其实花在工作的时间上会比较多的 尤其是我们做律师这一行 有时真的每天十二个钟或者以上都不期的 现在我终于有另外一个方法可以做一些投资 做自己的物业投资管理之外 还可以多些时间陪家人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平衡 要管理物业的话 你大约每个月用多少个钟头去管理已经足够呢 现在其实我已经设计了所有的东西了 我想大约每个星期大约用两个钟左右 就可以管理到我现在的物业了 即使说如果每个星期两个钟头 一个月大约只有八个钟左右 已经可以取代到你原本的工作 是的 所以也是非常令人羡慕 没错 我也很开心我可以做到这一步 今天很感谢Gigi为我们分享 她的英国物业投资的经验 还有现在作为一个财务自由人的生活是怎样 如果大家是很想再知道多些英国物业投资的资讯 欢迎去报复我的免费的试堂 片尾会有我们来一间多次的试堂的时间表和日期 如果大家喜欢这条影片的话 希望给个like和share出去 还有订阅我的频道 当我们在新片时间就会通知大家 如果有些问题的话 你想去留言的话 可以留下在下面 我会尽快回复回大家 那今集来到这里了 我们下集见 拜拜 还未订阅富翁电视MT TV? 快点去订阅啦 上次因为疫情第一次举办的 集体环球免费线常分享会 等一万个朋友报名 可惜截止之后 再没有位置了 这次在我银盘朗口回加拿大准退休之前 有位置可以多加一场 但上次的伺服器的费用非常高昂 这次座位真的有限 快点在下面报名 到时7月18号会一次过 跟大家说完入行十几年的投资系统 告诉你 投资根本从来都不是大学专利 你准备好没有? 7月18号 叫朋友一起来啦 还有联络 第二个崗位 Social Media Editor 会监管控制整个影片上架的流程 或者跟嘉宾的联络 你也会学到很多我们营运Social Media的大秘密 第三个 Junior Video Editor 你会负责剪辑影片 你中间也会透过师兄 学到很多Animation技巧 2020年市场比较波动 我们继续有不同的免费分享会 给大家学习 最近我们分享会都比较爆 有兴趣的 快点在下面连结报名先啦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